每逢华人农历新年前夕 陈坤源动员一家大小制作阿婆年糕 一家人做同一件事 虽然忙碌却很充实 这样的传统已经延续了将近半个世纪 跟我妈妈做有40到现在48年 每一年整家人开开心 这样做年糕是很好的 可以同传续在一起 制作传统年糕的过程很讲究 火候和材料是关键 一次24小时一天 可以做一炉就来 每一炉我们正吃16个小时 两种的材料罢了 没有添加什么东西 用料实在 陈坤源传承母亲手艺 尽管年糕的制作工序繁琐 但他们一家不改初衷 很多人都是买回去 是为了拜承 主要也有人吃了 那个心态也很重要 做这个年糕 三年吧 陈中杰从小看着父母做年糕 如今也是第三代传人 挑起传承担子 延续祖辈智慧 无论怎么改变都好 那个东西本质就不可以变了 其实是吧 那些外形可以做小的改变 但是它的本质不可以变了 应该可以这样子说 它的根不可以变了 48年手艺不改 陈坤源一家守护传统 赢得街头巷尾好口碑 大海新闻李婉俊 罗国聪 马来西亚吉隆坡报导 五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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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